歡迎收看《環宇全世界》 帶您走進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依林 兩岸大使國際焦點 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如果是在YouTube上收看的觀眾朋友 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您在影片下方留言和我們互動 首先歡迎道場嘉賓 第一位前資深外交官 借文吉 借大使 林依林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第二位是退役陸軍少將 栗政傑 栗將軍 林依林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的政大外交系教授黃奎伯黃老師 主持人 觀眾朋友 大家好 好 這一節焦點 我們要先帶大家來關心 美國海岸防衛隊巡邏艦 金波號在白令海 發現了四艘中國大陸的軍艦 當時位處在公海 但是是在美國專屬的經濟區內 雖然美方海岸警衛隊密切的警戒 也證實說中國的軍艦 其實是符合國際上的規範 以往其實我們常常會看到 美國的這個航艦分別行進了 包括台海 南海 還特別強調說 就是航行自由 那如今想請教一下立將軍了 現在解放軍是以 其人之道環制其人之勝嗎 我特別要講 美國來講 這次不管是在北約峰會 或者是環太平洋軍演 都很明顯的 他想要組織一個小北約的形態 來對在東北亞地區 對中國跟俄國來實施一種實際上的對抗 於是日本跟韓國這次來講也很明顯的站隊 那在這種狀況下 中俄兩國當然必須要不甘示弱 那首先我讓大家看一下 這次的這個中國跟俄國的聯合艦隊 他們航行到了什麼地方去 然後這各位看一下 這就是伊劉森群島 它等於說已經到了白令海峽的門口了 那這個地方對美國來講 或者是甚至於對歐洲來講 有多重要呢 我們緊接著看這張圖 各位就可以很了解 當然如果說是到達這個位置之後 你看經過白令海峽之後的話 那我們都知道現在地球日益的暖化 那俄國來講 它有核子動力的破冰船 中國也有類似的破冰船 它如果說是將來要走北洋航線來講的話 就可以利用這條航線很快 就可以到達這個歐洲地區了 那如果說是未來來講的話 它要到這個美國去來講 要威脅美國的話 如果艦隊要威脅美國 我們可以看到 從這邊以後 就到達加拿大的北海地區去了 所以這個地方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美俄兩國 分別也在這兩個地方 部署有中層以上的 這種彈道飛彈 這是兩國所 未來一定是兵家必勝之地 因為以前來講 可能科技上面 北極是一個 這個冰天雪地的地方嘛 軍艦沒辦法航行 可是以現在的科技來講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不管是美國或者是俄羅斯 現在正至於包括中國的096核導彈的潛艇 它都可以潛伏在北極海下面 然後一旦要發射的時候 它從冰城裡面直接破冰上來 那從這邊大家看到地球是一個圓形的 也就是北極那個地方來講的話 它不管是到美洲或者是到歐洲 或者甚至是到亞洲 可以說是最短的一個航程 那在這個地方如果潛伏到一艘的核動力潛艦來講的話 那威脅性是非常的大的 那我相信中俄這次的聯合軍演 意義展現的實力也就是在這邊 那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發生的 在2022跟2020年 分別中俄兩國的艦隊都有到這個地方來 只是美國當時是很低調的處理 因為它知道這個地方 對它來講威脅是非常的大 那這次來講的話 我覺得中俄兩國很明顯的是針對 就是你美國要在日韓地區 組織一個小北約的這種軍事聯盟對抗的心態 以及美國這次在北約峰會之中 很明白的 將這個中國跟俄羅斯列為首要的 所謂他們稱為說是一個 這個比軸心國家還邪惡的國家 那環太平洋軍演也是很明白的 就是針對中俄兩國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那中俄兩國當然要展現出來 它有這個實力跟這個北約跟美國相抗衡 所以它組織了一個聯合艦隊 到達這個阿劉森群島的南端 也就是白令海峽的入海口 主要是在展現它威脅的力量 那我們有一句話講說 你到我家來 我就到你家去 在海面上的動態 我們還要來看到在美國為首的29國 正在參加環太平洋軍演之際 美國之音統計了目前在西太平洋 菲律賓海域巡邏的中國軍艦 包括了航空母艦山東號在內 至少是有7艘 那俄羅斯的軍艦方面至少有5艘 現在總計兩大軍事集團 總共有大概50多艘的軍艦 在關島以東和以西展開演習 謝謝大使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看起來是不是對抗了一位十足呢 這個是首次 這個是非常明顯的對抗 而且是美國跟他的盟友站在一邊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站在一邊 那麼時間上也非巧合 因為美國正好正在展開他的環太軍演 環太軍演他沒有說他的目標是中國大陸 他最戲劇化的效果 就是說他最後要集成一個4萬噸的一個廢船 就是美國已經報廢的一個兩棲登陸艦 那當然好像是意有所知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的這個075兩棲登陸艦 大概也就是差不多4萬噸 而且這個數量正在快速增加 那不過就是說這一次我覺得最大的這個意涵 就是說是中俄聯手 而不是只有中國大陸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之間 進行軍事的演練 這一次是俄羅斯的軍艦 而且是它比較先進的軍艦 所以這是最近最新的隱形艦艇 當然就是說可能不是完全隱形艦艇 它大概到2000多噸 這樣的船隻進來 那中國大陸也是船隻陸續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就是 在菲律賓大概東南水域 這塊水域進行各種演練 不過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說 除了這些一般的戰艦以外 三東號也就是一個航母戰鬥群也進來了 中間有這些中和補給艦 也有055大驅 有054、052都有 那麼整個中國大陸是7艘左右 那麼俄羅斯是5艘 大概就是一共加起來12艘 這個戰力非常非常龐大吧 因為中國大陸尤其055的話 它一個船隻的垂發就112個垂發系統 那它戰力是非常強大 那所以從這個趨勢來看 這一次美國兩年一次的這個環泰軍演 它在之前已經在這個 整個的這個東亞這個水域裡面 它包括它調度來的這些 從歐洲過來的軍艦 已經在這個東亞很多重要水道 已經串來串去一段時間了 那中國大陸的船隻 現在等於也是全部出動了 我想將來 就是說如果有類似的 美國跟西方國家的這種船艦 在這個地方做軍事演練 或者說穿梭航行的時候 我覺得中國大陸一定會有相應的措施 那這一次的措施是非常非常龐大的 就是說中俄加起來12艘這個戰艦 群聚在這個水域 我想可能只是一個開始 確實好 另外一頭我們來看到是 劇本的海上自衛隊 梁月號護衛艦 在4號監視共軍軍演的時候 一度開進了浙江外海的中國領海 那中國大陸外交部在今天說 中方已經提出嚴正的交涉要求 徹查此事 並且承諾說類似的事件不要再發生 而日方的最新回應說 這是技術性的失誤 不過其實呢 自衛隊船艦在大陸領海航行 這個舉動就已經非常的罕見 那這回其實中方反反覆覆的要求 梁月號說離開 但是梁月號還是在中國大陸的領海裡頭 加速航行大概維持了20分鐘的時間 之後才開出領海 好那現在大家想問了 與其現在說是這個技術性的失誤 黃老師你怎麼看 大家說說白點是不是是故意的 說白點就是故意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日本的梁月號驅逐艦 它其實算一艘不小的驅逐艦 而且它過去就附有監督或是警戒 遼寧號在東海附近軍演的一些任務 所以它也不是一艘新的船 但是它也不是說大家陌生的 一艘日本的驅逐艦 出過相關任務的 那這一次呢 很巧的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手板這邊的一個地圖的位置 就是說它出現的地方 差不多就在我們看這地圖上 紅色化斜線這個區域 那這個區域是什麼呢 就是中共最新的這個福建艦 它在 有人說是福建艦在演習的位置 但是比較精確的消息是說 中共正好就在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其實是在這個區域進行兩天的實彈演習 換句話說這一艘兩月艦 其實它在做的就是去監督甚至警戒 因為我覺得這是兩個任務 我監督警戒是兩個任務 對 一個大家確定 這個 對不起這監控 監控 這個叫做監視監視 看中共到底在做什麼 另外就是警戒 萬一中共船隻突然一個轉彎 又轉到了釣魚台水域 日本已經很氣了 因為這一次是梁元浩進入到 浙江省外部的領海 但是我看這個新聞 有些是寫說十二海里 那十二海里正好是個領海的範圍 那它到底是在領海 內海 領海外 根據共同社 日本共同社的報道 它是說 中國大陸說你進了我的領海 那我們姑且信之 但是這樣的類似的動作 對日本而言 你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巡邏艦 巡邏艇 動不動就往我的宮古海峽穿過去 甚至包括軍艦都編隊穿過去 還有呢 我的釣魚台 日本要叫做尖閣諸島 我尖閣諸島附近的這些領海 還有周邊的比林區 你也是來來去去 像六月初 就有一次四艘海警的編隊 然後六月十五號 這個海警三號令公佈之後 馬上在六月二十多號 又有一次大批的海警船來來去去 日本也是只能夠伴隨監控 就這樣 所以這一次有點像是日本故意的 一方面是警戒中共的這個軍事演習 二方面當然就是 我也來給你搞一下 所以日本說沒有什麼法律問題 因為他說我是無害通過 可是無害通過 你也要看中國大陸 是不是認為你無害通過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兩邊的爭議 目前大概存在 不過這一次我覺得目前 參不透的是 日本為什麼要這麼明顯的採取 這樣子近乎挑釁的行動 甚至就是挑釁的行動 那日本是為什麼 是不是為了要抱宮古海峽跟釣魚台 這附近的這一個一件 哇好多劍之仇 所以日本我就給你來一下 我覺得這倒是有可能的 是值得討論 我們再來看到說到海警船的話 大陸海警船最近大家常常看到 也是新聞上的主角 動輒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哇萬頓大區航行在 南海島礁附近的海域 尤其現在呢大陸的海警船 是越造越大 很多還是退役的軍艦改造 也代表說它是具有非常強大的火力 那從此其實大家也在猜測說 現在北京是不是有意讓海警船 要成為中共的第二海軍 在執行一些解放軍 不宜直接介入的敏感任務嗎 我們想請教李將軍你怎麼看呢 我特別要講 一個海權對一個國家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要發展海權 而不是一昧的去製造軍艦 你要結合你國家的地理位置 以及你全球的一個戰略 以美國來講的話 因為它面臨的是這個太平洋跟大西洋 那它是以國內這個沿岸 不管東西兩岸來講的話 大概沒有鄰近的一些國家 除了南邊的南美洲之外 那些國家比較弱 所以它主要的它就不發展海景 它發展的就是主要就是海軍 它希望將它的國家安全 擴展在兩洋之外 不管是歐洲或者是這個東亞地區 所以它發展重點是在海軍 但是中國它未來也要發展它的海權 可是很明顯的它出海權 它第一個面臨到的是日本韓國 還有甚至於菲律賓這些國家 所以在這些國家 有國際糾紛狀況之下的話 其實海軍不見得是它第一選項 我覺得海景反而是它第一選項 這是第一個 就地形來講 第二個就一個國家發展來講的話 要結合國家戰略 那我們很明顯看到大陸 中國現在來講它的國家的戰略是什麼 就是一帶一路 那所謂的一路就是海上絲綢之路 那這海上絲綢之路它目的不是要去侵略別的國家 而是要維護它海上航運的安全 那你要維護海上航運的安全來講的話 當然海軍是可以執行 可是海景來講的話 依法來執行的話是更有彈性的 所以這個大陸來講積極在發展海景 那剛開始的時候 它是將這個海軍的這種艦艇改裝成海景船 當然改裝之後是可以用的 可是畢竟來講 它原先的設計是以這個海戰為主的 就不見得適合海景船 那現在來講它的數量已經達到全世界 不管只有噸位數或數量數 都遠超過於日本跟美國 那當然這也引起美國跟日本的恐慌 那我們現在來看的話 從我們最近的例子就是南海之間 這個6月17號跟菲律賓這個海上的仁愛礁的衝突 我們就先兵礁那邊的衝突 我們就看得出來 大陸來講它出動的不是海軍 它海軍在後面stand by 護衛著 但是第一線的一定是海警船 來執行這個海上維護海權的任務 這樣的話會避免說直接就升級到 這個海軍的軍事上的糾紛 那現在來講的話 日本也發現到這個情形 那日本來講現在做什麼呢 它總共要建造21艘的大型海警船 我這邊有這個數量 它9000噸以上的它要製造5艘 8000噸的它要製造4艘 7000噸以上的它要製造12艘 總共21艘 就日本要發展這個海警船 做這麼大的海警船 當然是針對中國 這是無可置疑的 那中國來講它採取了什麼手段呢 它現在來講它就不是在把這個海軍的 這種軍艦改裝成海警船 它是重新設計新的海警船 可是它為什麼一定會比日本快呢 因為它將052D 這種7000噸的船 它原來有的船體設計 原來有的動力系統 它只是將很多地方把它做成 適合海上執行使用的船制 比如來講的話 它將這個飛彈錘發系統的發展艙移掉 對不對 我不要設立那麼多的雷達 可以說是一個簡配版的052D 那它裝了什麼東西呢 我相信如果純粹就海警船來執行任務來講的話 第一個它會增加它的耐狀力 我們都看到海警船其實耐狀是非常重要的 近身肉骨 還有耐狀力 第二個它要增加它的致辭力 什麼叫致辭力呢 就是我可以放很多的油 我將這個彈艙空間空下來以後 我可以增加很多的燃油 我可以在船上海上航行的時間更久 我可以增加我食物或飲水的儲量 讓船員可以有充足的飲食跟食物可以使用 第三我增加船員的休息的空間 讓每個船員有舒適的空間 甚至娛樂設施 這樣的話這條船在海上 實行的任務時間可以更久 另外它可以加裝什麼東西呢 加裝海警執行用的 不管是水砲對不對 微波武器或者是雷射武器 加強它的海警執行的能力 三點